今天我們呈現 即將重置的DC小丑 請問你喜歡這個新版的 還是舊版的小丑 歡迎留言 嘿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們 大家好我是尚恩 今天我們帶來是DC小丑 他體驗服呢即將改名成為 聖徒爾特 那這個改動重置呢 主要是拔了兩樣東西 還有新增的兩樣東西 我們先從拔掉開始喔 首先呢 我們的強化普攻沒有了 再來呢大招也不會暈眩喔 但是呢僅僅拔掉這兩樣喔 像是我們的免疫物體傷害呢 還有大招期間的霸體是還在的 再來我們看看新增的什麼 首先呢我們的被動 依然是有五個能量 但是呢碟碼能量的時候 不再是強化攻擊 而是呢刷新一技能 並且呢獲得強化版的一技能 再來呢強化版的一技能是沒有前搖的 不用等一下再射 可以直接射出去 操作手感呢是非常濕滑的 再來呢我們普攻命中敵人的時候 會獲得一個能量 一技能命中會獲得二格 大招會獲得三格 也就說呢之後的玩法 可能不太需要出龍骨這樣喔 不會呢很依賴平凡的普攻 而是呢如果你一技能射得準的話 可以玩不停的一技能 強化版的一技能呢手感真的很濕滑的 如果呢這個紀錄版的一技能 你都能夠做到平凡的命中 高命中力的話呢 那新版的強化版一技能 你會覺得簡單非常多 再來呢第二點新增呢就是我們大招 大招呢雖然不會暈眩喔 但是呢 一樣可以疊成熟喔 疊滿四層呢會馬上引爆 並且呢增加爆炸的傷害 普攻呢增加一層 一技能命中呢增加兩層 未來呢可以看到小丑各種技能擊殺喔 遠距離呢 丟一技能丟大招爆炸就可以秒人了 那請問看到這呢 你更喜歡新版小丑還是舊版小丑 重置之後呢交成 神圖而特了 名字呢也不一樣了 關於出裝的方向呢 我覺得 有可能呢還是會這樣出 或者呢把第二件龍骨劍 改成全能武器 單純的玩技能輸出型 也有可能呢會改成鋼槍破陣喔 畢竟呢有冷卻時間 不停的炸一技能也挺爽的 只不過呢目前台服的小丑呢 還是旅行玩這一套 你看呢這場敵方有皮皮 或者呢有古墓啊有莎尼啊 龍骨劍呢是非常有用的 美龍骨劍的話呢我們比較怕坦克 這版本呢 吹皮英雄為主了 玩小丑呢還是很爽的 這邊呢我們挑到皮皮喔 結果皮皮跟蘇兩隻都殘水 兩隻都沒收掉 先往後拉 我們安奈特呢彈得起來了 喔我覺得安奈特還是被樹鞠掉了 不過有幫他報仇 我們這裡二技能在冷卻中喔 先收了祖卡 然後你看我們的一技能呢 這潛妖太長了 沒人噴死樹 如果從之後呢我們的一技能就不會 強化一技能不會有潛妖 直接射出去的 整體來說呢會強很多 第七小丑呢最厲害的地方就是對線喔 還有就是克制物理刺客 如果敵方選很多物理刺客呢 小丑也是有不錯的效果 當然呢我們會怕魔攻角喔 像是企羅喔還有奇惡喔 這場呢企羅被我們隊友強掉了 那就沒問題 打架能力呢也是挺好的喔 一技能可以用來清兵 要打架的話呢有二跟三 這邊看能不能把敵方趕走 然後來摸塔 不過我們注意到悟空在左邊露了一下下頭 先往後拉 喔找到一個祖卡 剛好呢我們完全不怕祖卡喔 只要有二技能在呢 跟祖卡打是怎麼打怎麼贏的 除非祖卡可以騙出我們二技能 拉開再回來 但他難度是很高的 我們有大招呢他也拉不開 這邊雙方人頭交換牛來有王喔 我們要做的事情呢就是好好的 發育 目前的狀況來說呢 單挑應該沒有人可以打得贏我們 比較怕的是呢 如果被莉蒂安或者皮皮暈著 會比較難搞 這邊利用大招八體呢先秒莉蒂安 皮皮也可以收的 喔 倫我收回 皮皮怎麼那麼硬喔 一技能射套才扣一點血而已 其實你看我們的出裝呢 跟蘇是很類似的 蘇不用出破陣呢 那是因為只要買天衝雲 就可以100%穿透 而我們的話呢出破陣效果也更好一點 這裡蘇也交了瞬移 呼喚了一下 我們先拉掉好了 能追到敵方兩個刺客呢 就在上路露頭了 祖卡跟猴子 買出王者先 買了王者先呢會爽很多的 尤其是我們火箭炮 也是物理傷害 現在還附帶了30%的斬殺傷害 來反個藍 這個藍呢好像是變成我們御用了 噴一下皮皮喔 不要讓他過得太舒服 如果呢敵方的皮皮啊 或者輔助角 可以一直往前來壓呢 那代表 可以喔 輸出英雄不夠給力 尤其是法師喔 小丑呢也可以充當法師的責任 我們也有消耗能力 往後拉一下 OK猴子露頭了 這隻剩下祖卡 我們有二技能所以不怕他 不怕他 這把呢我們的凱撒路也是亥犽喔 所以呢不太需要換身 畢竟我們大家都是射手喔 而且呢我們倆都可以分退 喔猴子失誤了 直接把他帶走 剛好呢我們就在草叢埋伏 來推個中兵 皮皮已經吸夠了 皮皮倒下 一技能命中莉莉安 莉莉安沒了 這不感覺可以一波流了 哎呀這個書 用遠程 祖卡用大招呢把兵線清掉了 但是我們把祖卡留住了 上路還有兵 這邊呢敵方的復活時間已經岔開了 猴子也沒了 最後呢我們來收掉這個書 喔看來可以移播了 利用這炮車最有主堡 遊戲結束 以上是我們帶來幾家 重製成聖圖爾特的小丑 那我是尚恩 感謝你收看喔 喜歡記得按讚訂閱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還要看來 不然第一次 我幫你摻取 要是 一個不滿意的 谢谢大家